坊間傳出有私樓業主以其親屬名義獲抽居屋 獲派單位數年後 再將從未入住的居屋單位在市場放售逃離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 處方證調查個別可能違反規定的個案 以採取適當行動 何永賢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 買方與房委會簽訂的資助出售單位買賣協議規定 有關物業需由其本人及名列同一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居住 若買方事前未得房委會同意 不再實際或永久居於該物業 房委會有權要求買方把該物業授回房委會 為房子業主透過短期炒賣資助出售單位逃離 房委會一方面要防止投機行為 另一方面要避免過分削弱單位的吸引力 減低申請者的購買意欲 再去年一月 房委會收緊新推出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 即由去年起推出的資助出售單位開始 把於第二市場無需保價 以不高於原價轉售的期限 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兩年延長至五年 並把於公開市場在繳賦保價後出售單位的期限 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十年延長至十五年 他俗稱 房委會在修訂轉讓限制時 已經平衡社會對收緊轉讓限制的訴求 以及讓資助出售單位能在市場流轉的需要 進一步收緊限制或增加業主轉讓成本 無可避免會減少未保價 資助出售單位在第二市場的供應 繼而推高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單位價格 效果恐怕會適得其反 與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置業需要的目標背道而馳 另外何永賢今日在立法會表示 房委會已通過檢討資助出售單位政策 錄表申請者購買資助出售單位時 不能在港擁有住宅物業 亦禁止持有定期暫准居住正的人士 以錄表方式購買資助出售單位 新安排在今年稍後出售的新一期居屋實施 他俗稱 簡約公屋是龐大社會工程 政府在設計及規劃上會考慮用地特色 當區交通網絡 輪近發展等因素 盡量按實際情況 提供適當配套設施 以及熊成的廣告 可不斷 分裁 可不斷 可不斷 佛